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,这个灵飞闻女星,29岁生日当天也太惨了。 今天是杨子29岁生日。 微博里,从凌晨开始,粉丝的祝福连绵不断。 一岁一礼,一寸欢喜,但逢良辰,顺颂时宜。 冬日暖阳,不及你眉间笑意,星河沉浮,不如你眼眸璀璨, 唯愿无事半心间,于生皆所愿祝杨子生日快乐。 没有哪个女星,能像杨子这样,红得同时,让人倍感亲切。 29岁的年纪,我们看到屏幕上的杨子,活泼开朗,星光璀璨。 现实中的她,也曾经历事业低谷,焦虑重重。 2005年,杨子因参演《家有儿女》中古灵精怪的《下雪》,被观众所熟知。 当时她只有13岁。 但在此之前,她已经凭借青春校园喜剧片《女生日记》, 提名了第12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儿童演员奖。 好的开始,似乎不期而遇。 18岁的时候,杨子顺利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。 当时,杨子进入青春期,不仅开始长逗,而且身材发福。 宋丹丹在见到杨子的时候,公开对媒体说,杨子长相不佳,没有明星香,不适合在演艺圈发展。 知名前辈无心的一句评价,对心怀演员梦想的杨子,无疑是当头一棒。 《家有儿女》之后的20年,即使参演了很多部电视剧,杨子再也没有一部作品,能超越《下雪》这个角色。 她一直是观众心目中的小雪,那个长不大的小雪。 可是,杨子已经大学毕业,她早已不是13岁的小女孩。 此时的她,面临很多争议。 杨子同心长残。 杨子玻璃心。 她也曾无数次问自己,我究竟是不是适合在演艺圈发展。 自己的同班同学张艺山,大二那年,就获得了武林大会的冠军。 同样是童星,张艺山早就摆脱了童星的身份困扰,而杨子仍然深陷其中。 那几年,虽偶有杨子的新闻,但大多都伴随着童星落幕,有一个童星陨落这样的标题出现。 有人问杨子,那个时候,你想红吗? 杨子说,想红,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演员,都想红。 那个时候,流量明星遍地,随随便便吵个绯闻,就有人能被粉丝吹上天。 吵CP,谈恋爱,转绯闻,假戏在现实中继续上演,糊弄观众,很多明星靠着这一套商业流程,成功上位。 一时之间,演技的好坏不再是一个演员好坏与否的评判标准,流量未亡。 流量在谁手里,主都能飞上天。 可是,此时的杨子没有任何流量,他拒绝用绯闻的方式,消耗自己。 对于杨子而言,任何时候,作品都是一个演员最主要的成就。 转型是杨子当时最迫切的任务。 大学毕业后第二年,杨子合获建华参演的《战长沙登陆央视》。 杨子饰演的胡香香,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,成长为《战地医院》的出色护士,伴随着胡香香的成长,观众这才认识到,原来那个小雪,真的已经长大了。 只是,这个转型并没有为杨子的演艺事业带来更多的转变,反而在往后的两年里,杨子没有一部新的作品出现。 直到2016年,命运的轮盘终于驶入正轨。 杨子凭借《欢乐送礼》的小猴子邱盈盈,提名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,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,最佳女配角奖。 杨子用了12年的时间,终于让自己摆脱了童星身份,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她。 杨子说,突破那个口以后你会发现,不是大家要给你什么样的标签,而是你能不能自己突破那个东西,这都要看你的作品。 曾经有导演这么评价杨子,她真的是下功夫去健身,去瘦身,等到拍戏那天,整个人的状态,完全就已经达到巅峰了。 她为了拍好香蜜,成功减肥18斤,才有了剧中巴掌大的小脸。 紧密的造型,让杨子美出天际。 紧密与旭凤守望千年,三生轮回的爱恋纠缠,赚足了观众的泪水。 这部剧,登顶了同时段的收视冠军。 而真正让杨子大红大紫的,是她和李宪主演的亲爱的,热爱的。 软蒙学霸童年,用她特有的体贴,打开了不善言辞含伤言的心扉。 这部剧让她获得第26届华顶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。 她红了以后说,经历的多了,我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,我的内心更强大了。 而且我比以前更有底气了。 是什么让你更有底气? 作品。 好作品加深的杨子,成了欢瑞世纪名副其实的一姐。 好资源接踵而至。 时尚杂志纷纷发来橄榄枝,巴沙珠宝, 时尚巴沙,瑞丽服饰,尼龙奈朗,红袖GRACIA。 Vogue都出现了她的身影。 杨子真的红了。 她是少有的同性转型成功的女演员, 她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证明了宋丹丹的话,是错的。 今年,本该是杨子后继勃发的一年。 奈何天意弄人? 青三行番位之争过后,又遇上男主是猎记一人。 何肖战主演的余生,请多指教一拖再拖, 前不久定档了又延期。 何景百然主演的女心理事低调宣传,档期未定。 进波,延档,山系。 对于正处在上升期的女艺人,黄金时期就那么几年。 粉丝为杨子操碎了心。 只有杨子自己还在说,人的心态要一直很平和,我总是告诉我自己心态平和,保持一颗平常心,这样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他说,你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值,我们去努力就好。 有时候拍戏,导演说这条过了,但是杨子觉得我还可以更好,他会主动要求重拍。 现在,我要的是我想要的生活,我应该去珍惜,我应该去更加地把它演好,才对得起我之前的付出,或演员的一颗敬畏心。 低调做人,高调做事,保持自己专专的专注度。 这是杨子对自己的要求。 今天是杨子29岁生日。 粉丝的祝福不断,粉丝的操心也不少。 杨子公开过的男友,只有秦俊杰,可惜金童玉女没有修成正果。 如今杨子的事业蒸蒸日上,圈中也有不少异性好友,却都不是男朋友。 和任嘉伦拍摄天机之白蛇传说时,所有的宣传展示的都是哥俩好的景象,任嘉伦结婚了,这个可以理解。 和李宪拍摄亲爱的、热爱的、爆火之后,官媒宣传全都是同学友谊。 和张一山上综艺,两个人玩得火热,观众看到的却是发小的情谊。 零飞闻的杨子,生日当天,李宪连续四年送来祝福,可没有人会觉得他俩能有飞闻。 张一山后援会发来祝福,也没有人觉得,他俩会有飞闻。 杨子啊杨子,粉丝是该为你高兴? 还是该为你操心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您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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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。 感谢观看